网络电影《零号追杀》已经上线 任达华身兼双重身份 作为监制 他事务剧细处处操心 身为演员 他揣摩角色 责物旁贷 在剧组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的蓝语会客厅 带您一起走进零号特工任达华 华叔 最后一碗 给您的买买 现在是不是要称呼您电影当中的称谓 那就是华叔 华叔 华叔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任达华 这次在《零号追杀》这部电影当中 听到了很多句华叔 这是一开始剧本当中就有的一个称谓 还是大家融入了对您生活当中的称呼 我们做剧本的时候 已经把那个华叔的名字加上去 整个组最老是我 但是有活力 最有活力也是我 就是我胡子比较多而已 有白的有黑的 你们都是黑黑的胡子 我是白的胡子 我两次给你打 有听话 因为在现场拍戏 大了个井里面都很多不同的钉 这个钉他们也不会弄得很实实的 总是有容易把一个钉没有放进去 因为我们这个戏很多打麻 碰进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所以我们每次拍的时候我就盯住他们 我们拍地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清理地下摸一下地下 有摸一些小的石头 尖尖的石头 尖尖的东西 木头 木屑 什么都有小心 刚好那个时候是去年 一手上又进医院很麻烦 拍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小心小心 等他做动作下去的时候不会受伤 希望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对对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戏我也是真职也是主演 压力很大 职任也很大 责任也很大 对因为这个位置 一定要把所有人都要沟通起来 把它连起来 化妆的部门 服装 道具 景 摄影 灯光 演员 把不同的工种又结合起来 从而拍得顺顺利利顺顺利利 我们要完成导演的一个作品 也希望带一些新的导演 新的技术团队 还有一些新的演员 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现在是华叔 是这条街的恩人 您对新人的这种提携 是不是也源于 您刚刚入行的时候 也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扶持 我们以前那个年代 主要是靠那个考察 或是靠那个观察 观察 长辈 他们对工作一种精神 比如说准时的精神 永远看完剧本之后 写很多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就 从他们身上学到 很多不同的东西 而且有个东西就非常好的 他们是永远不会迟到 您现在还保持这样去片场 永远不会迟到的习惯 永远不会迟到 尤其是我这个是更麻烦 还要找到 还要找到 这一次您在电影当中 用背影演戏 我发现还有一个是 用手来演戏 您怎么样去把握用背影 手来呈现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因为他必须离个失忆的人 所以可能有时候会 一秒钟能找到 百分之二十的记忆力 五分钟之后 可能所有的记忆都没有了 所以只能通过手 那个身体语言 有时候不协调的一些动作 能够表现它是一种 在某一个状态里面 我也学习 也学习看纪录片 失忆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眼神是什么样子的 从而从那个身体语言里面 把那个失忆表现得更好看 更好玩 每一个角色 他们写的剧本完了 就应该用自己的创作能力 给了更多角色里面的东西 我是有这个想法的 等于我喜欢摄影 喜欢创作 喜欢画画 是希望能够创作另外一种东西 我是疫情才学了一个水墨画 那我就想一个水墨画 一条线会慢慢融化出去 有百分之一百的黑 有百分之十的黑 有百分六十的黑 就百分之十的黑 那出来一条线 颜色都不一样 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爱好 也是新开拓的吗 都没有了 就是我平常人很简单 我喜欢做运动 看乒乓球 乒乓球 对 看乒乓球 看足球 乒乓球您是酷爱吗 对 对 也会看比赛 也会吉他 乒乓球您最喜欢运动员是 马龙 好多我都喜欢 乒乓球我觉得 不仅仅是看比赛本身 更重要的是比赛当中 运动员的那种精神 对 这个很重要 输了一球 下球怎么去赢 跟我们拍戏一样 有时候每个镜头 一定要百分之一百 把那个镜头都做得最好 乒乓球里面 每一个球都是靠你机制的 你发球 你打这球 你赢了这球 没人帮你的 做每件事情 要做到百分之一百 所以希望对待每一个镜头 就像对待乒乓球的 每一个球一样 尽力地做到自己的完美 和尽自己的全力 不能有错 不能有错 错就输了 大家能够看到您的作品 和大家见面是特别开心的 而且广大的观众和影迷 也一直都特别地关心您 2019年的那次被习的那次事件 对于您的心态上 会带来一些改变吗 我觉得过去 等它过去吧 过去的事情也不会回头看 我们继续往前走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用一些静能的东西 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其实上一次看到 您是在我们大湾区的 电影音乐晚会上 当时您出来唱了一首《朋友》 很多人都在说 原来任大华先生的唱歌的实力 我又不是 你为了我 我为了你 共复患难绝望里 更压你手 朋友 给我感受到这个歌手 他的一个魅力 这些歌迷 看到他在台上这种风采 那个精神就是 这个歌手不想下台的 因为我们拍戏没有这个感受 就很羡慕他们 特别直接的能够感受的 对 但是很可惜 我是拍戏的 我不懂唱歌 我虽然气草不好 但是我以后会学习 以后要学习 以后会学习 那下一次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您准备尝试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我会唱 我会学习《大花叫》 《大花叫》 真的吗 您能哼两句吗 对对对对 太阳出来我跑 抱一抱 抱着这个月亮笑完了 为什么是这首歌 我喜欢这个秦怀 在那个山坡上面 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 这个是爱情故事 那旁边还需要一个表演者吗 我希望跟你一起唱 我会好好学习 虽然技巧不好 但是我希望用派系的一种感情去唱 对 其实我觉得演员唱歌 更打动观众的是 他能够动情 并不是在演唱的技巧 一年的时间约定好 正好对着我们电影频道的镜头 但是我要求我跟你一起唱 上一次唱的那首歌叫《朋友》 今年是从影50周年了 最后也对着我们的镜头 所以有疑问说出一番话吧 有你们的支持 才有我今天继续拍戏的动力 谢谢所有的继续我的朋友 好 我们相约大花轿 对 对 对